今次會講到分辨因典和律法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將來會幫我們分辨聖經 和分辨我們講的說話 為什麼重要呢? 我解釋一下重要性 因為人通常來說是講律法的說話 譬如說 小時候你要聽話、讀書、上學、早睡覺 這種是指示性 第二是不聽話 不聽話就打你了 不讀書就做乞丐 那些是警告或批評 很多時候人的長大 從小到大都聽到很多這些 家庭很有愛心、很有恩典 就會聽到恩典的說話 什麼恩典的說話呢? 父母對子女說 我很愛你、很喜歡你、很乖、很歡喜 我見到你我就開心了 那些說話是通常少說的 除非你家庭很特別 你的父母真是很有這種愛心 所以多數人長大都是很律法為主的 一方面受別人的批判 自己都批判自己的 我都是不夠人厲害 我以為蠢 我讀書又不好 我都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這種的心態都是常見的 好了 應用在聖經呢 本來聖經有很多恩典 一信耶穌很開心的 為什麼呢? 耶穌救我 耶穌愛我 耶穌為我釘死 耶穌為我預備天堂 耶穌參演聖靈感動我 很多恩典的 不過呢 因為那些人從小到大 都是長大在律法之下 所以他就會將他 那些恩典 你信耶穌 耶穌救你 接著就開始了 讀聖經 這些是沒有錯的 律法和恩典都在神的話語裡面 沒有問題 那個問題是平衡的 他說 好了 現在耶穌救你 那你開始悔怪 離開罪了 不要罵人了 不要說謊 不要看色情片 多祈禱 多親近神 神啊 傳人福音了 回到教會了 那下個就問你了 有沒有做啊 沒有做 沒有做就多少做了 那再沒有做 你沒有做呢 你第二天你和神關係 就沒有那麼好 神又不祝福你了 然後再多問題 你經常都有這麼多問題 這麼多情緒 神用得你了 或者有時候有些信息 都會有很多律法 就是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少一些說 耶穌真的很愛你 很體重你 很關心你 很提升你 就少了這些 所以 基督徒都有一些 在律法的壓力之下 就是說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哎呀我做得不夠好 我都是很虧欠的了 那時候我信主的教會 他們上台分享 每個人第一句 我真的很虧欠 真的第一句 很多人都這樣說 哎呀我真的很虧欠 我又少讀聖經 又軟弱 一上台就這樣說 那 本來知罪是好的 然後悔改 不過呢 很多人遵行的時候 也有一個壓力了 我不夠好啊 我還欠很多地方 雖然我有做些少好的 不過還有很多未好 那所以那些不好 就大過好的 那變成他呢 就整天都覺得自己不夠好 那那個後果呢 就覺得自己不夠好 又沒有什麼喜樂 沒有什麼信心 覺得自己好像 不成長 變成覺得很難成長 那但是恩典呢 就很不同了 那本書輕鬆得勝 那大家想要的 你可以告訴我 那 那聖經教導 一聖經教導 一個做人悔改 天生為他歡喜 未信主 那些做人悔改 神都會歡喜 那信了主 那些 沒有聽話 悔改神都很歡喜 沒有理由說 那你未信主的時候 我歡喜 不過你信了主悔改 是英分的 我不會歡喜的 不會這樣 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常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多結果子 即是他會很主動地在我們生命中做功 證明他真是很歡喜了 還有呢 西方書三章十七節 他說他因我們歡欣喜樂 麥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他很開心的 那所以呢 我們基督徒可以有一種開心的心態 一杯涼水做了一個小節身上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可以說了 雖然我仍然有軟弱 不過我一聽神說 神就歡喜了 那我的軟弱 我就悔改 求耶穌幫我 那雖然可能 那些情緒都會重複回來 有時的軟弱重複回來 有時會發脾氣 但是我悔改 我想耶穌幫我 而我開始去幫人 祝福人 神都歡喜 即是說 不是我們完美 神才歡喜 但是我們追求完美 因為知道罪有破壞性 我們會追求 但是未到的時候 都可以一初信 就歡喜了 我今天有多謝耶穌 耶穌請救我 我信靠耶穌做救主 耶穌今天請救我 我可以開心 第二天 都可以開心 因為我老老是開心 但有些基督徒就不是的 信耶穌很開心 過了一個月 過了一個月 覺得自己都沒有心機 看聖經 開始不開心了 因為我做不到 沒有動力了 那時候 他就變成了 在律法的壓力之下 那 我就很想透過聖經 給我們分辨到 什麼是律法 什麼是恩典 還有 我們人講說話 哪些說話 是律法和恩典 去鼓勵自己 鼓勵人 譬如我講的教導 一杯涼水神都歡喜 所以我開心 我親近神也開心 我做什麼 遵從神也開心 所以我天天開心 那人就會充滿喜樂 因為恩典 是叫人開心的 譬如婚姻 很簡單的婚姻 如果老公經常都跟你說 你要煮飯 你要洗碗 你要生兒子 你要臭兒子 你還要有空 上班賺錢 你每天都是這樣 老公什麼 你每天都是叫我賺錢 你每天都是叫我臭兒子 你每天都是洗碗煮飯 你覺得有點累 婚姻就是煮飯 但是你的丈夫說 你真好 我很開心見到你 我見到你就開心 你做的事我每樣都很歡喜 你更有動力 人被愛被關心一定會歡喜 神都是這樣的 其實聖經有很多影響 由一開始耶穌說八福 有福的 愛動的人有福了 你必得安慰 一開始就說到 有福 怎樣有福 也都答應很多的福氣 所以其實聖經有很多恩典 不過很多人就看不到 因為他習慣了律法 所以他經常都是講律法 OK 所以這個分辨的重要性 變成我們講話 很多恩典 會鼓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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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想講 寧恩派的問題 但我同時都講寧恩派的好的地方 和聖經充滿好的地方 而我想說 我也愛他們 我也想幫他們 也想大家都一起復興 這樣是最好的 都是正面的 不是說批刀他們 就好像只是踩他們 我不是踩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很多好的地方 不過我們應該留意聖經的 就是這樣 OK 好 關於以上 有平衡的恩典律法 什麼叫平衡呢 只是恩典又不行 只是恩典沒有律法 又沒有遵從神 又沒有悔改又不行 只是律法又不行 兩樣最好平衡 我常在神的恩典中 我又樂意遵從神 那你又有恩典又有律法 我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更有動力去遵從神 越被愛就越有動力親近神 正如夫妻都是 覺得丈夫或太太愛自己 越喜歡愛她 被愛是更加願意愛她 OK 這個簡介 就是說平衡恩典和律法的重要性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是關於這方面 就是有沒有不明白的地方 OK 沒有呢 我們就看看那些經文 就由經文那裡去分辨 就變成分辨到 每天分辨到經文 也分辨到人說的話 我剛才說恩典的說話 可以人對人 那些就 有時是說神怎樣愛她 但有時都是我們愛她 這個是人那種恩典 人都有恩典的 我很關心你 我看重你 那我們就分辨 什麼是恩典的說話 什麼是律法的說話 我們看看那些經文 一人講一節 好嗎 一人講一節 就是你在經文裡面 盡量把它拆開每一個動詞 因為很多時候說到恩典 就是神做的事都是動詞來的 那律法也都講到我們應該遵從什麼 或者神要 神叫我們做什麼 還有神指責 比如這樣 指責又是律法 神吩咐我們做什麼又是律法 我們遵從神又是律法 但是有一樣的行為是 其實不應該熟在律法裡面 不過為了好像容易分辨 我們都稱之為律法就是信 因為信是信靠拿禮物 但是那個信都是他自己信的 所以我就好像把它放在律法裡面 但在讀神案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把它刊在律法或恩典之中 為什麼呢 因為信是神給禮物 我們就拿 信靠就拿 所以信就不是一種屬於一種普通的行為 不過因為都是人做的 所以我就將它都是 容易來說都是人應該做的事 不過就和其他行為不同的 所以我給一個定義 恩典 神的恩典是什麼呢 神為我們做而祝福幫助我們 就是神的恩典 律法是什麼呢 神給我們的吩咐 吩咐我們做什麼 或者是指責或者是懲罰 因為沒有做到 那些就是律法 恩典就是神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的地方 律法就是神 吩咐我們做和批判我們 不要做到 或者是懲罰 這些就是律法來的 還有也是人遵從神 就是這個人愛神 都是律法來的 就是他遵從神 做應該做的事 OK 好 那你開第一句好不好 是不是說人若愛我我道 是啊 沒錯 那你試一下每一道 有個動詞 就說這個動詞 是屬於是律法還是恩典 是不是說完整個第一節 那麼多 是啊 你試一下 人若愛我就是律法 就必遵守我的道也是律法 我父也必愛他恩典 並且我們要到他瓦裏去是恩典 與他同住恩典 嘩 一百分 感謝 全部合適 感謝 大家明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是恩典的律法 那這句說話分辨到恩典律法 有什麼重要性呢 有重要性的 就是說 神就鼓勵我們了 你愛我 你就會遵從我了 其實背後有一個恩典的 背後 這裡沒有說出來 你愛我 我就會給你動力 叫你遵從神 或者給你能力去遵從神 他就沒有說到 但是 你聽聽我說一下 他愛我 他就會的後果會遵從 是不是 後面有一個發生的事 他愛我 神就做功了 這個做功都是恩典 這個經文沒有說到 不過這個因為我 釋經呢 我會想神做什麼 所以背後就是有 神 其實你愛我 我就會做功了 那你就會遵從我的了 那你遵從我的時候 天父就很喜歡你 又愛你的了 並且我們會去他那裡 跟他一起的了 跟他一起住了 那你發覺 這句經文 整句經文是鼓勵我們什麼 管理我們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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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我們愛主 原來愛主有這麼多好處 另一個方法說 愛主有什麼好處 你告訴我 你愛主就會怎樣 主也愛我們 和我們要去他那裡 跟他一起 是啊 沒錯 其實還有一個 因為我才加了一句 我們愛他 他就會在我們動工 聖靈就會推動我們 我們就會遵從神 我們愛神 神就會給我們動力 能力去愛神 然後呢 跟著呢 神就會回應 我天父又愛他 我們就一起去那裡 我跟他一起 變成我們 我們又看到什麼呢 你看到神的本質是怎樣的 是 所有人 不是 這個我們是誰 你知不知道 愛我們所有人 不是 這裏 這裏 我父又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 這個我們是誰 父和子 父和子 那這裏呢 是將父和子 放在一個 同一個層次 同一個層次 都是一個支持 三位一體的其中一處經文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 其中一處經文 OK 所以這個經文 讓我們看到 原來鼓勵人去愛神 你就告訴他們 你愛神 神就在裡面做功了 那你就會有動力遵從神 神又會很喜歡你 又愛你 就跟你一起 去到你那裡 就跟你一起同處了 那你就整個人無福 那這個就是 發覺是 恩典推動人 尊從神 對不對 那我們 當我們認識這之後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鼓勵人的時候 就不要直接說 記得讀聖經 記得遵從神 不要犯罪 我們應該說些什麼 說話 鼓勵他 是 愛主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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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恩典還是律法 愛主多些 律法 怎樣推動他愛主呢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用回這個經文 怎樣推動他愛主呢 聽不到 恩典 但是什麼恩典呢 什麼恩典呢 在這個經文講完 剛剛講完 而已 愛主 逼愛他 是的 神會愛他 神會愛他 還有還會怎樣 神會愛他 還會怎樣 拿路去 遺花同志 是的 是的 並且你可以擴展 擴展不同 加添聖經 擴展是說 神呢 這個愛 聖經有說神愛世人 但是這裏說到的愛 聖經有說到 譬如 耶穌愛他的門徒 和他愛世人 是有不分別的 這裏說到愛神的人 神愛他是不同的 就是他 那個關係更加密切的 是更加欣賞他的 喜悅他的 那麼 還有呢 就說到 神怎樣來到他身上 和他在一起 靈在他身上 你可以給他一個圖畫 一個圖畫 因為我們講聖經 都不只是 好像解經 一句話 可以給他一個圖畫 天父和耶穌說 看到你愛他 哇 很歡喜 那這句經文 從哪裏來呢 西法書三十七節 因你喜樂而歡呼 他很歡喜 然後他就 他就 那些人呢 就會聽完 深刻印象 所以這句經文 鼓勵人都幾好 是吧 神呢 很快就走來這裏 就和你一起 就會 又愛你 又祝福你 又 又和你一起 好 那下一個經文 阿嘉皮想說 如經上所記 神是愛他的人 這個是恩典 你想一想 其實分清 律法是我們做的 任何我們做的 恩典是神做來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 律法也是神懲罰 或者吩咐人做什麼 應該做 和懲罰和警戒 而這裏是神懲 愛他的人 嗯 律法 是啊 因為是愛他嘛 是吧 愛他的人 所預備 的事 眼睛未層 首先我預備 動詞是預備 預備是屬於什麼 恩典 非常好 所預備的事 眼睛未層 看見 就是這個 是不是律法 看見 但是他整句 神懲你預備 是眼睛未看過的 是 這個是 都是恩典 是的 就是你眼睛未看過 這麼好的東西 是的 好 OK 沒錯 你說得很對 非常好 你第一節來到馬上認識 那我問你的問題 那這個經文 你想人能夠有深刻印象 你可以怎樣形容這個 愛他的人得到的福氣呢 即會很開心 你那個 就是得到的 是非常好 非常好 是 你想都沒有想過的 好了 那我又問一下大家 各個一起想 怎樣令到人更加深刻去想 眼睛未曾經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他沒有講恩典 不過 肯定是講恩典 即是 是你預備的 這些是一種什麼 即是 暗示的語言 即是沒有理由 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懲罰 即是 這個全部的經文都不會支持這件事 那是恩典 你想人家深刻印象 感受這個恩典 可以用什麼方法形容 大家想一想 即是我們解經的同事 都會令到人呢 更加體會這個經文的可行性 和實用性 即是比較落地一些 誰都可以說的 當你愛神的時候 他會預備一些你 超乎你所想所求的東西 是 OK 好 那你可不可以用些方法形容 等他可以 可以更加激勵他 即是你形容他出來 讓他覺得這件事很實在 實際地 這個是實際的 實際上 生活上 是 有誰想說 我試試這句 我試試這句 神為你 為我們兩個 愛他神 預備了這份禮物 一拜在這裏 是 只要我們愛他 這個法形神 越落刻 這個禮物就 樂視給我們 OK 好 但我想說 怎樣令到他 他更加深刻印象 這個 未曾想過 未曾看過 未曾聽過 是 他為我們所預備的神 為我們所預備 是 是 好到不得了 是我們 想都想不到 還有我們在生活上 他是供應 他幫助我們 我們遇到很多的患難 他幫助我們 帶我們 我們去經過 還有他會供應我們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所需要 我們是不需要擔心的 是 OK 好 那 這個你講是對的 那我想說 生活性是什麽意思呢 即是說 我們人看到什麽呢 看到屋 看到車 看到人 看到這些事情 但是神會 為你預備一些東西 你沒有看過 你沒有 沒有聽過 會有這麽好的東西 即是我們會聽過些什麽 有人對你好 那就很好 升職很好 賺很多錢 很好 家庭很快樂 很好 但有些事情 你聽都沒有聽過 那是 亦都是 人的心都沒有想到 人想到很多東西 電腦就想到 AI又想到 這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個人工智能 都想到 人都想到 人都想到這麽多東西 但是呢 神會為我們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 美好的 譬如可能你的生命裏面 會有些很大的突破 本來你的家庭是這樣的出生的 神為你預備 以至你的生命 是去一個很高的層次 你想都想不到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人 一個偉大的人 你可以有這麽大的能力 這麽大的恩賜 你可以幫很多人 你幫那些人 每個人都很開心 還有你自己的生命 變得很豐盛 很滿足 每天都很開心 那樣的 並且今世又有 來生又更加是 你想都沒有想過 靚到這麽緊要的天堂 就是用一些實際 例如普通人來說 什麽叫美滿人生 有工做 賺到錢 有美滿家庭 生了子女 自己健康 到百年才歸老 人就認為滿足 那你人生是否只有這麽多東西 神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 超越我們想像的東西 給我們 我同時都是訓練大家 試試講聖經的時候 講得別人會聽到 都會學想 都會想得到這些禮物 我自己講過很多例子 神給我很多各樣的東西 我想都想不到 例如神 我學琴學得很短時間 但是神教我 怎麽樣去進步 就是越彈就越自由 越輕鬆 那這些都是神教我們 怎麽樣幫人 以前都沒有想過 以前我聽過很多次這個經文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但現在我就會將它應用到 就是一杯涼水 那麽少的事 神都喜歡 所以我又歡喜 我又開心 那我每天都開心 由早到晚都開心 那這個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我小時候家裡是沒什麽笑的 為什麽呢 因為家裡經常都是罵和打的 自從家裡離婚之後就是這樣 所以是完全改變的 也都家裡經常窮的 家裡經常都沒有錢的 那些買了的東西 都會被家人當作的 去賭錢 但是神又為我預備 能有機會去外國讀書 讀很多的書 很多東西學 那這些都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OK 好 那大家試一下 待會都試一下用一些實例 解了經之後 分辨到恩典和律法 又說出那件事令到人很想 這樣跟著走 又用一些實例 給他更加深信這個美好 好了 第三個經文 惟玲 你會要先求律法 不不不 你先不要讀律法 你先讀經文 我意思是 你可以不讀的 我意思是 因為你加了一個字 你會先求 這個是律法 你加過這個 這個是律法 OK 你會要先求他的過限 他的言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求 是嗎 求律法 求就是律法 是 給是恩典 是 你都說了誰給 即是 神 不是 我們求 這個是律法 你們是 你們要先求 神力過 限神的義 這些東西 神都會加給我們 那加給就是 恩典 恩典 OK 好 那你用這句說話 怎樣鼓勵人 在生活上我們是有些事情是需要的 但是我們先去 照著主的教導 我們先去做這些事情 做了某某 即神要我們做的 然後神就會 給我們現在所要的 還要多加給我們 是 好 非常好 OK 那有沒有人想 或者你都可以解釋的 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做 尋求神 先尋求主 行主的了結 讀他的話 OK 行神的關係 那國和義是甚麼意思呢 國 怎麼說 他的國 尋求神 神的國 就是他的 他的 他的主權 各方 天國 應該是他的 尋求他的一切良善 一切神的屬性 一切神的屬性 十三章 就是天國的比喻 二十五章 也是天國的比喻 十三章 就講到天國 好像殺種 有人殺種 有些人聽到 石頭地 淺土 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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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土 生出很多 一百倍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神的國 就是神的道 神的話語 來到 人們悔改信耶穌 誰是信耶穌 跟從耶穌 並結出果子 就是天國 天國有一個 第一個層次 就是今世 就是天國傳人福音 天國也有來生 因為聖經有講到 天國又好像殺了墨子 敵人殺了弊子 因為我現在用聖經解釋給你聽 天國是什麼 殺了墨子 一斃子就很像墨子 但是墨子就不可以吃 所以人是種墨子來吃 然後到收割的時候 天使來了 世界每天來 就收割了 分開墨子和墨子 那墨子就燒 墨子就收在倉裡面 就是告訴我們 天國包括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 第一個是今生 傳人福音 拯救人 改變人生命 第二個過程就是 耶穌回來了 好了 先求他的國 所以有兩個意思 第一 神啊 多些人入了天國 多些人信耶穌 也有另一個意思 耶穌你回來 我們歡迎耶穌回來 還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 耶穌華視的地方 就是他的天國 就算教會 不是每個教會 都是聽耶穌話的 有些教會 有時候 我們說到 有些教會 他們為了錢 都會做很多 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 神不是華視 是那個人華視 他在先求神的國 也都是耶穌華視 和他的義 聖經講義是什麼呢 就是遵從神的戒名叫義 或者聖結就是義 就是做了神吩咐的事 所以我們有求神的國 多些人信耶穌 和想耶穌回來 也都是耶穌作禍 另外呢 遵從神 這樣呢 這些一切交給你 神就會知道你一切的需要 神就會給你的 神會照顧你的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所以你聽神話 你追求神的天國 神就會給你的 所以你肯聽話 聽耶穌話 你的生命是 神一定為你開勞 神一定為你祝福 你的生命一定提升的 那譬如可以 我們怎樣說得 近一點 你有沒有擔心前路啊 有沒有擔心 有沒有好的朋友 或者有好的家庭啊 有沒有擔心健康啊 有沒有擔心前路啊 這些一切呢 耶穌會幫助你 但不是代表 祂一定是有錢 和一定是結婚的 有些人不結婚 都很開心 有些人結婚都不開心 但是神會令到你的生命 是開心的 是滿足的 是有果效的 這樣去鼓勵人 你想不想你活得 沒有後悔的 一生無悔的 那你就千求他 國和他 都容易交給你了 OK 好 第四個經文 考驗 你坐下書錄一章十節 我欣 我欣呢這一句就是 我覺得是律法 夜我畫 哪裏是律法呢 我欣 欣 欣 如果欣呢 因為本身欣字 就不是一個行動 但是如果你跟著下面那裏 我欣 又說 而 歡喜呢 大大的歡喜呢 那個欣 和歡喜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歡喜呢 那就是同一個 就是那個行動了 那來源就是 又說 我欣他歡喜 那會不會是律法加恩 那你就分開哪個部份是律法 哪個部份是恩 哪個部份是恩 要因爺和華 這個是律法 那你 這樣就會 那如果你分開 就是爺和華是我的原因 令到我歡喜 那如果你拆開 那因為爺和華 那這個是不是因爺和華 那這個是不是因爺和華 因爺和華 因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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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是神做的 人做的就不是恩典 人做的是遵從 遵從就是律法 是律法 但這個有些特別 我講講什麼特別 它的特別地方就是 是我歡喜 我歡喜這個是律法 我遵從律法 遵循聖經吩咐 但是那個喜樂的來源是哪裏呢 就是恩典 所以那個歡喜 是含有神的恩典 推動我喜樂 所以裏面兩人都有的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說這個詞語 但我們解釋就這樣解釋 神的恩典令到我開心 所以是神的恩 神的美好令我開心 所以神就是喜樂 即是恩典 令到我喜樂 是祂賜給我喜樂 都是恩典 然後我自己會喜樂 這個是律法 好像有點複雜 不過不要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用普通的講話 這樣解釋就會這樣說 神那裏很多開心的 因為天堂就是充滿開心的 神住在哪裏那個人就開心的 有些人說不是的 我經常親近神 我都很煩惱 因為祂是經常想著這些問題 那我就會煩惱 但如果他經常想到神的同在 是神的同在帶來 神臨在 讚美神 祂是會生一些開心出來的 為何會生出來 因為神就產生喜樂 所以產生喜樂是恩典 如果你拆開 因為這裏沒有 經文的內容 沒有用文字寫出來 我恩耶和華喜樂 是因為耶和華的工作 和耶和華的恩典 祂為我做的事 和神在我裏面造工 那個造工的部分是恩典 所以我會開心 我會開心是律法 我會遵從律法 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有時候 一講到律法 很律法 就以為是負面 其實不是的 律法是正面的 因為天堂就是 那些人會很遵從律法 所以說 起落是律法 有些人聽到 我教授 起落是律法 是你會活出這種生命 都是你遵從律法 所以如果詳細解釋 遵從律法 所以我會起落 我剛剛講完 你再講一講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讓你看看你 確定你明白到 遵從律法 那我就有起落 是的 但是那個來源那裡 為什麼我會起落呢 那個來源 因為在我裏面造工 我就有起落 所以就產生起落 是的 那所以是什麼呢 所以就是 恩典 是的 就是神造工 產生起落 是恩典 是的 OK 神造工 產生起落 那你將來 你明白到 就會好好的 那你不用說得 那麼 那麼 用一個 複雜的語言 我就這樣講 神一進他的心 他在那裡 那些起落就會出來 你常常依靠神 你放下一些煩惱 你親近神 那些起落就會流流流 走出來的 那你這樣解 那些人容易明白一點 他會產生果效 但如果你分析清楚 就是說 神的生命就是起落 他在哪裏就產生喜樂 然後就是我的心靠 我的心要靠著他 我覺得是律法 靠 靠是律法 然後是神快樂 神快樂呢 不是神快樂 是靠神快樂 我靠神所以我快樂 靠神 我靠神 所以就快樂 靠神是律法 快樂是因緣 我快樂 是我做還是神做呢 我快樂 是神產生 不過是不是我快樂 還是這個經文講我快樂 因為神快樂呢 我要靠神令到我快樂 你加了一個要字 在這裏看 在這裏看先 他這裏只說我靠神 即是說一個事實 我要呢 很多人都會有時說 你要 全福音你要祈禱 要字就是一種 好像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我自己呢 我就會少用過要字 我多數說 你全福音神就很歡喜的了 你告訴人耶穌多好呢 耶穌就歡喜的 我就會少用過要字 我不像你們要你們要那樣的 我說你一做 神就歡喜了 OK 那去回這裏吧 好像正先上那句而已 歡喜快樂的是誰 是我 那我做的屬於什麼 是的 是律法 但是那個力量是哪裏呢 上低 是的 上低 所以這裏呢 要解釋一下 其實有時你可能覺得 什麼這麼複雜的 但是我想說 你的思想越來越能夠分析 你以後你思想 什麼經文分析容易很多 我靠神快樂 靠神其實是律法來的 我做不靠神 然後我就會快樂了 我活出這種快樂 我都是律法 但是那個背後 因為神是喜樂的來源 所以我倚靠祂的時候 那個喜樂不是我穀出來 是神會生出來的 所以背後的動力是恩典 但是我是靠神所以有喜樂 OK 好 繼續 恩他以拯救 拯救是恩典 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 公義也是恩典 為徒給我披上 保障身 你這樣 那個恩典是哪個部份 恩典就是 因為拯救是恩典 公義也是恩典 OK 好 你講了這個部份 但是給我穿著 以拯救做一件衣給我穿著 以公義做一件袍給我披上 即是他不只是拯救你 他將拯救好像一件衣給你穿著 公義好像一件袍給我穿著 所以這個除了拯救之外 給我穿上 給我穿著 恩典 是呀 恩典 即是他好像給你一樣 將他鋪在你身上 OK 接著 好象 新郎 戴上華觀 都是恩典 右象 辛苦 悔大 壯色 都是恩典 OK 好象新郎 戴上華觀 好象 辛苦 悔大壯色 意思是什麼 你試試解這個經文 除了說 律法和福音 恩典之外 再解釋這個經文 整個經文試試解釋 你或者其他人可以解釋 誰想到的可以解釋 會提升我們 即是我們靠著耶穫華 他可以提升我們 讓我們的身份可以去到 好像新郎和辛苦 那麼高貴 OK 好 你說出這個高貴是很對的 那我想你看完 他和那個公義 拯救為依公義為袍有什麼關係呢 和上文 以耶穌華大大歡喜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關係呢 有時候 就要看那些恩惠 恩 恩 恩就是關係 那些連接詞 我們試一下 保障新郎就是 耶穌 他戴上一個華觀 是因為我們依靠耶穌的時候 就是耶穌更加榮耀 耶穌更加榮耀 耶穌更加榮耀 就是我們可以榮耀神 我們依靠神的時候 是可以榮耀到神 就是彰顯到神的能力 OK 其實呢 這裡他是說 因為他 首先 我逐句逐句看 我恩惠說很開心 我靠神很快樂 因為 因為什麼呢 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著 以公義為袍 你先說出這四句的關係 我很開心 因為神已拯救為衣給我穿上 因為我們依靠神的時候 我們就得著有喜樂和快樂 我們的心有快樂 這個經文呢 其實主要不是說依靠神的 主要不是說依靠神 他是說 我很開心 如果我投了兩句 我因為神很開心 就是 投了兩句 總括簡單 因為 他呢 將拯救好像一件衣服給我穿著 他的公義好像一件袍鋪著我 為什麼我這麼開心呢 因為神 這件衣服給我 拯救這件衣服給我 公義為袍給我 我就想你解釋這句給我聽 我現在形容這句說話 形容給你聽 對 主要是說 因為耶和華呢 拯救了我 還有他的公義 令到我很開心 OK 這個 對的 我現在解釋 我解釋 我們先去祈禱 這句經文說得我很開心 開頭兩句 因為神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神呢 他的救恩 他的拯救 好像一件衣服包著我 然後他的公義 神的公義就是什麼呢 他完全遵從所有的戒命 他是完美的 他的完美披在我身上 聖經有另外的經文說到 神使勒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使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就是我們成為了神的義 就是耶穌的義袍披戴我們 我們就有耶穌的義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成為了神的義 所以我很開心 其實這個呢 不單止說射罪的 射罪呢 就是神不計較你的罪 射免了 義袍呢 是加上一件袍給你 讓你在神眼前很美 好似 後面那個是形容的而已 好似新郎新娘那麼美 就是你美得呢 因為有耶穌的義袍在你身上 所以在神眼中 你好像耶穌那麼公義 那麼美 因為你有這個義袍 美得好像新郎新娘那麼美 意思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可以 將我剛剛講的說話 講一次 這個我是用過經文的次序 對不對 我應該說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他拯救的衣服給我 以公義為袍 是他的公義 不是我的公義 好像一件袍 披在我身上 令到我美得呢 好象是什麼呢 好象 就是形容 好似 美得好似新郎 帶上華觀 我們這個義袍就很美 很美了 有耶穌的義袍就很美了 不如這樣 你回家試 回家試 試完下個禮拜講 因為這個經文很重要的 我告訴你怎麼用 譬如有些人 哎呀我很多罪 很多罪 你就給他看以賽書 內一章十節 以賽書六十一章 一至三節 大家有沒有印象 主耶穌在我身上 耶穌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 給謙卑的人 妻我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這個義賽書六十一章 一到三節 然後十節 就講到耶穌的兒袍 神的兒袍 他呢 我很開心 因為他將他的拯救 衣服給我穿著 他的公義好像袍給我披上 讓我漂亮得不得了 所以你在神眼中 現在 雖然你認了很多罪 因為耶穌遮蓋你的罪 在神眼中 我們就好像耶穌一樣 那麼完美 所以我們才可以被耶穌接立 所以才可以去到天堂 如果我們不完美 神看到我們的罪 我們就去不到天堂 但是耶穌遮蓋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到天堂 我們就好像 在神眼中 我們就那麼榮美 這個經文就是 基督徒是有神的榮美 同時聖經又講到 基督徒的兒袍 基督徒所行的兒 在啟哲錄十九章 這裏講的就是神給的兒袍 你明白嗎 現在聽著我說 你回家 你可以這樣做功課 將它錄音 錄給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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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練習講的 這三處經文 你都可以錄給我聽 四處 已經講了四處了 為什麼呢 你學了你要應用 應用才有作用 你學了 你講出來 練習一下講 以後我給你一些回應 你將來見到人 你就懂得講聖經 這就是我想訓練 你們想不想 將來你 你不要說 信耶穌 耶穌射面 然後 不懂得說 原來耶穌射面 他的耳膜遮著你 美得不得了 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到神 很醜怪 但是聖經說不是 你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 你就漂亮得不得了 好像新郎新娘 那麽漂亮 好 我們祈禱 親愛天婦 多謝你 因為你把耳膜賜給我們 我們是非常之榮耀的 在你眼中 頭主幫助我們 時時欣賞你的耳膜 享受你的耳膜 感激你 把耳膜賜給我們 我們都回應你愛神 神你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幫助我們 時時充滿神的話 感謝主 祈禱奉耶穌明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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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